《极限挑战》和《奔跑八兄弟》中两小鲜肉张艺兴和陆寒待遇差很多。 最近两年综艺节目层出不穷,同时也让很多默默无闻的明星名声大噪,国内最火的两档事外真人秀类节目,应该就是《极限挑战》和《奔跑八兄弟》了。 两档节目除了类型相同外,这两档综艺节目另外的相同点就是成员中都有一个颜值担当,同时两人都曾是Evu的成员。 所以两人经常被拿来做比较,今天大家和小编一起来看一下两人在节目中的待遇。 我们先来说一下小绵羊张艺兴吧,她在加入《极限挑战》前在国内的知名度不是很高,很多网友认为《极限挑战》没了张艺兴就不是极限挑战了。 很多人都是因为《极限挑战》而认识了解小绵羊的,同时,也是因为《极限挑战》被小绵羊圈粉的,张艺兴的个人性格形象也因此深入人心。 让更多人注意到了她的真诚与善良,那句带着湖南口音的希望我们之间要多一点信任,成为了她的标志性发言,让人印象深刻。 随着六人的接规了解,五位哥哥都越来越喜欢小绵羊,成为男人帮的团宠,时时刻刻地照顾她,黄磊接受采访时。 记者让她把张艺兴和其他小鲜肉比较,黄磊地回答了张艺兴是家人和其他人无法比较。 黄磊把张艺兴当徒弟,亲密地叫着小艺兴教她道理。 黄磊在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,亲自背她去医院,并且一再叮嘱工作人员好好照顾她。 红雷哥会因为她和她年轻时太过相似而宠着她,成为一代荧幕CP。 小竹明显带张艺兴给她找梗,就连知名度最小的王迅也一直帮她关心她。 五人对张艺兴的宠爱不仅仅是在节目中,在平常也对她关心被指,黄磊经常请她去家里做客,给她做好吃的。 红雷哥和黄磊带她演电视及电影,小竹担心她站得太靠边一直挽着她。 反观陆寒因为是第三季加入的,又是人气高的偶像形象,所以其他成员对陆寒的照顾更偏向于嘉宾,不敢欺负她,怕被骂,所以跟她会比较放不开。 也会有距离感。这样看着还是比较尴尬。 加上前两季的磨合其他成员彼此都很熟悉,大家应该都有感觉,一个稳定的团体,加入一个新人,会比较难融入。 很多网友感觉,奔跑八兄弟没了陆寒仍然是奔跑八兄弟。 可以看出,对于艺人来说,参加一个好的综艺节目,遇上一个良心的制作团队至关重要。 谢谢大家! definitely! 谢谢大家! 谢谢! qu'estp Magazine? iek伤 Gian obis